这个麻辣麻辣很火呀 最近 是吧 嗯 还行 其实这个我们在 老一辈的那时候 老小就做这个 哦 你们这还是祖传的 老一辈就做这个 这有百年历史了 应该是不止了 做了一百多年了 你看我那个婆婆她 80岁 她退休之后做了 现在都已经80多了 她做30多年了 再往上一辈那不就走了吗 然后后来我就说你传给我吧 哈哈哈 还是祖传手艺啊 这有一个路边摊啊 我们来看一下是卖什么的 麻辣 毛蛋 麻辣 麻辣 毛蛋 多少钱这个 5块钱6个 拿后来都拿着 不拿的话 你吃钱给我 生一块电口 我 我要5块钱的吧 毛蛋是吧 呃 出了毛蛋还有什么蛋 钢花蛋 钢花蛋是什么蛋 钢花蛋是四成非成的那种 是这种毛少一点 毛少一点 这种是5块钱4个 哦 还不一样 这样也不一样 实战的贵一点是吧 嗯 实战贵一点 毛蛋便宜一点啊 毛蛋啊 对 毛蛋便宜一点 毛蛋便宜一点 好 挑好一点 哦 哇 好多大料哈 这是多少钱呢 我要5块钱都行 有了这个煮空了 然后我就两个算一个给你 哦 煮空了 要不然的话 你心里买一个不舒服是不是 哦 行 好了 我们付钱5块钱 好嘞 生意还很好的 嗯 5块钱 这么多啊 来我们 找个地方 他这个生意还是很好的啊 小姐姐在忙 然后讲说是做了100多年历史的 啊 说是老一辈就做这个啊 咱们找个另一样的地方 尝一尝这个麻辣麻辣到底什么味道啊 前面都是像好伙啊 这刚好路边碰到了 尝一尝 5块钱 12345678个啊 那个小姐姐讲了有些他可能是 煮烂掉了 然后怕 就是多给了一点 5块钱8个还相当多啊 嗯 蛮是大料的味道 来我们尝一尝这个 传说中的超火的麻辣毛蛋到底什么味道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他这个鸡蛋还是 麻辣毛蛋啊 两种还不一样 你看这个颜色 这是大料的啊 你看这个是正常的鸡蛋颜色 这个是 白色啊 两种颜色 还不一样啊 我这个应该就不是毛蛋啊 感觉这个跟 鸡蛋一样啊 没什么区别 也没有毛这个 这个 这个是石蛋吗 我掰一下看一下啊 哦他这个 蛋黄跟蛋清真的是一体了啊 我尝一会这个 哦 好好好种的这个 卤料的香味啊 但是他还真能看出来一点 你看 有一点点 刚刚要变形的感觉啊 吃出来 真的不完全像鸡蛋啊 就真的有点像吃肉的感觉 嗯 卤味很重 有一点点咸 还挺好吃 嗯 这个适合配一个饼啊 或什么是 有点咸 这个好像更硬哦 跟跟一个 橡皮球一样 哇 哇这个好像 成型更高一点啊 里面好多的香气料 自然 八角 看一下这个啊 你能看出来吗 这就有一定 小鸡的鸡 毛都已经出来了啊 长出来了 看 这个明显就是 原来蛋黄 然后这个是蛋清 你看 尝一口这个啊 这个口感好奇怪啊 就是 比吃鸡蛋要香很多吃起来的感觉 哇 你看 这个已经成型了 有点成型了啊 这个就吃起来没有刚才那个吃起来 好吃 给什么汤 小鸡的那个毛那个就能 很粗糙的口感就能吃得出来 香 香还是很香的 这一种我还是更能接受一点 这一种的话就 确实有点成型了啊 麻烦麻烦 你们吃过吗 五块钱 八个 你们觉得怎么样